两个人的事情 只有两个人两情相悦 婚姻才能更牢固 但是感情生活中却有不少的假爱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当一个女人假爱你时会有什么表现 女人对你再好 只要是这三样东西没有给你 就赶紧放手吧 第一个就是陪伴 当一个人真正爱你的时候 他是会为你花时间的 一个不爱你的人 他会更关注自己的事情 而将你的事情放在后面 甚至是根本就不关心 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 爱你的女人就会守在你的身边 他们会关心你心里的想法 问你发生了什么 还会帮你一起解决问题 但是不爱你的女人 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 表面上可能会安慰你几句 但是转头就忘了 根本不会将你放在心上 甚至还觉得你一个大男人 自己什么都能做 不需要陪伴 第二个就是信任 婚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女人信任男人 才会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 男人信任女人 才会和这个女人相守一生 但是如果是一个不信任你的女人 她们是不会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你的 她们甚至还会处处的提防你 不仅不会告诉你一些事情 甚至还是会故意隐瞒你 而这个女人不值得你信任时 她们不会兑现承诺给你的事情 还会找理由搪塞过去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会将你们之间的承诺刻在心里 不会让你失望 第三个是亲密接触 真正相爱的人都希望对方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分开一秒都嫌多 但是不爱你的人就算你抱一下她 她都会推开你 在她的心里啊 我就是一个外人 她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喜欢你 跟你在一起可能只是为了凑合 又或者是因为家里人施加的压力 被迫与你在一起而已 背叛信任与亲密 是最能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爱你的东西 但是啊 感情中最好的东西还是互相理解与沟通 其他的东西我们只是辅助的技巧而已 好了 本期的视频